這個想要問問他談 那麼很想要領這個股息 我們接下來要聽這個教官 跟我們來分析 那麼這一波 我們知道教官幫你請提醒 2014年的時候 41歲申請退休 對不對 當時全職爸爸 然後呢 2019年就是要進疫情那一年 股息突破200萬 太太也辭掉工作 一起陪孩子成長 哇塞 你心上都很大顆喔 錢夠用就好 住鄉下 錢夠用 很夠用啦 今年這個股力 聽說突破300萬 對 突破300萬 面臨現在史上最大的熊市 那畢竟還有小孩 那夫妻倆都退休了 1到11月跌成這樣 你的心態怎麼調整 那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很多朋友會說 教官你今年那個股市 從18000多跌到了大概 13000左右 跌到13000左右 那像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很多朋友就會問我說 教官你會不會擔心 其實我跟各位分享 我今年持股從最高市值 持股市值從最高到最低 其實只少了7.5% 但我也知道 其實今年下跌是在除全息以後 所以除全息我們大概 存股足大概是多少 5%對不對 值利率5% 所以7.5%扣掉5% 其實大概也才少2.5% 那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而言 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現在股價又往上走了 我最近每天大概 大概那個市值又增加了大概 一台國產的 Camry那種 那個金額 所以基本上來講 長期投資我們是找機會 那像這樣的方式來講 我這兩年 其實我最主要在這兩年 處分了什麼 我這兩年 尤其在去年 我去年因為有很多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導致於很多的景氣循環股暴漲 暴漲 於是我在去年大部分 就處分掉景氣循環股 轉移到資金停泊到非景氣循環股 那這樣在這一波的一個下跌來講 其實我反而賺更多 我反而心情反而更好 這樣子 OK 然後今年股息突破300萬 還還清300萬房貸 這個我就要解釋一下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早期 我想看過我第一本書 或者說以前看過我相關節目 知道說我101年的時候 有去徵貸房貸 那當時去徵貸房貸 因為當時殖利率非常的高 隨便買股票殖利率很高 那時候也沒人在談純股 比較少 所以當時房屋的價值 當時的房屋的一個價值來講的話 見價相對較低 那可是現在我們知道 這幾年房價增加了非常的多 增加非常的多 那我貸款餘額其實只剩下300萬 我就乾脆 我就一次把他還清 你是今年還的嗎 對 今年把他還錢 我今年年初我 我直接把我1.29%的房貸 1.29%利率的房貸 我就直接還清 還清以後 我再去徵貸 1350萬 這個邏輯是什麼 有人要徵貸幹嘛要還清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問我 銀行當經理的同學 他跟我說 能讓你借款利息更低嗎 他說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 你去原行庫 你跟他講說 我能不能徵貸 對 我能不能徵貸的話 對他而言是同一個業績 是 所以呢 你直接把他還掉 直接把他還掉以後 你去找新的公股行庫去談的時候 這時候這次 就變成新的業績 他們就很開心 因為總額 那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我今年房價是不是比 101年翻一倍 對 其實我可以搬更多 利息更多出來 我就搬了1350萬 然後用更低的利息 對 他如果徵貸的話 他們都用以前的資料去算 對 他的空間相對 所以 建價之後房子的價值更高 所以你看 我原本只 原本餘額只有300萬可以用 現在我變成搬了1350萬 而且更利息更低 我去買5%就好了 不要說5% 就算是4% 那股息一年也是5、60萬 對不對 5%就5、60萬了 可是我一年 1350萬去貸款的利息 我一年利息 差不多20多萬而已 對 等於我每年的股息 可以繳我3年的利息 對 這當然就非常的划算 現在大家看到這一條很振奮 想說我去徵貸可以嗎 那當然不行 很多朋友看到教官的經驗 就跟教官講 教官 你這一招非常的棒 我學會了 我要學你這樣子 對 趕快換一家銀行 然後徵貸 我說第一點 你打算買什麼標的 他說教官 我打算去買那個 4%值利率 沒有 他說5%值利率 我說 那請問你 銀行貸款利率多少 他說教官 我去貸信貸4% 好 你那麼辛苦 100萬賺1萬 1000萬賺10萬 我會勸你認真去上班 再來一件事 很多人會說 那我要房貸利率2% 好 有些人說 像慶怡 慶怡可能憑了識別證去 對不對 那個就是說慶怡 你只要1.7% 他還要識別證 不用不用 他準去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這樣來講 1.7% Cue我 重點就是說 你如果買一張股票都會輸 那麼你不應該去徵貸 那這時候你去徵貸 其實只是 輸越多 加速你去稅公園的速度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任何的一個方式 都應該是就是說 你會選股 比如說像張傑 會賺小錢都變大錢 不會賺大錢都不見 對 至少我要很熟悉 不然其實這兩年 尤其是這兩年 股市暴漲的過程 會看到很多的笑話 比如說新聞我們就看到 台積電買綠電 於是綠電的股價 從10塊漲到100多 可是綠電 台灣的綠電叫做綠電再生 他是做家電資源回收的 他跟台積電 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漲到100多 最後又跌下來 剩下3 40 EPS上半年前三季 才零點幾元 這就是個笑話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任何一個方式 你應該都還是要了解個股 了解產業 了解它的基本面 對 OK 你今天的股行突破300萬 馬上你明年有訂目標嗎 其實我想我訂的目標 基本上就是足夢踏實 我想300萬一定是跑不掉的 那我今年的做法 其實我今年的做法 我就是逆風的時候 我每年都會這樣做 逆風的時候買進逆風的個股 其實為什麼我今年會買進 逆風的一個個股呢 我買進台氣電高鐵 跟大台北瓦斯 他為什麼逆風 這個你買好多年了 繼續買 我繼續買 為什麼 台氣電今年的逆風 是來自於第二季 它的四大發電廠 因為被公平會裁罰 判決確定 就是法院判決確定 確定認列了十幾億的罰款 可是一般的散戶投資人 或者市場不知道啊 想說為什麼台氣電第二季虧了 那實際上呢 台氣電在第二季來講 它的獲利是大幅成長 那反而它的股價 從37塊往下跌破29塊的時候 我就進去減 因為電力的需求 其實最近我們大家都有 聽到一個新聞嘛 藝人之間呢 因為家務是炒到新聞上面去 結果一期的電費9萬多 9萬多其實台灣的電力需求 其實它就是持續的不斷的成長 所以已經等於沒有退路嘛 越用越多 再來呢 其實高鐵也是一樣啊 高鐵因為今年的上半年 台灣的疫情爆發 台灣的疫情爆發說 導致於高鐵營運量的一個下跌 獲利跟股價也跟著下跌 那我認為其實我們跟陳彥 我們大家出去 你們哪一個去做國光號的 應該沒有嘛 都是搭高鐵嘛 所以當需求回來 當半導體 其實我們常搭高鐵就知道 新竹上車的人非常多 台南下車的人非常多 新竹高鐵根本就根本成了 竹科跟南科之間的交通車 所以高鐵來講的話 我也在它逆風的時候 今年跌破27塊的時候 28塊我就進場去撿 撿了非常的多 這瓦斯就更有意思了 瓦斯在這兩年逆風的時候 其實這兩年是逆風耶 因為每年2000萬的旅客來台灣 對 可是這兩年 接近三年的時間 每年少2000萬的旅客來台灣 來台北地區的飯店 住下來洗澡洗衣服吃飯 這些天然氣的需求 其實在這接近三年的時間 其實反而相對是較小 可是我們看到天然氣 在大台北地區 整個都還是持續的 不斷的在成長 那為什麼大台北瓦斯 在今年上半年 在下半年的時候 其實它跟著台灣的股市 跟著往下走 就是修正 其實也才修正多少 修正不到一成 修正不到一成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外資持股 剛剛陳燕他們有提到 當我的無風險利率 美國公債的無風險的殖利率 已經高於大台北瓦斯的 一個定存利率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 外資就會覺得 我幹嘛持有你 持有你這個資產 大台北瓦斯 我乾脆我就把它賣掉 我拿回去 弄美元也好 或者買美元公債也好 所以它有一萬多張的持股 是在外資的手裡面 於是在這時候 外資當然選擇 它就會去賣掉 可是對於我們台股投資的人來講 我資金我不會往美國去的人 我就會怎麼樣 對我而言 我持有這家公司 不僅僅只是殖利率 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還有持有它的股權跟它的權益 那麼在本益比20倍以下 其實它對我就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於是我就這樣會去加碼 再來一件事 其實有一個重點 很多人忘記了一件事 在新竹地區 在新竹市天然氣的普及率是9成 可是呢 在大台北地區的天然氣的普及率只有7成 所以是不是中間還有2成的成長空間 有在鍋爐管制規定實施之後 所有的燃油跟重油鍋爐 燃煤跟重油鍋爐 它通通廢紙 那麼這樣的一個需求 在未來國境開放之後還會提升 OK 這個講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選這個標的 可以這麼大量投入 都是很清楚知道為什麼要投資 教官最近也說台氣電當沖交易的很多 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嗎 好 其實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 剛剛前面兩位都有提到就是 現在來講是年底的作戰行情 其實除了作戰行情以外 還有就是說 今年的當沖客 最近當沖客很無聊 無聊到怎麼樣 無聊到 航海王沒得沖了 所以現在來沖什麼 竟然連這種以往 大家都不會沖的 台氣電這種標的 這也怪了 昨天我還看到交易 交易單下單量是499 台氣電平常的成交量 台氣電平常的一個成交量來講 大概就只有七八百張 平均量 可是昨天的成交量高達11382張 很明顯的就是什麼 很明顯的就是當沖進來 昨天的當沖比率高達了32% 高達了32% 而且更扯的是 昨天開盤就直接 在當沖 那個漲停板價格 直接對沖 所以呢 像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 它本來從大氣電開始當沖 大氣電完完之後 大氣電其實我在前兩年 其實我趁低點 其實收了不少 所以我也是大氣電 就趁當沖客進來的時候 就逐步就慢慢放給它 還沒有放完 我本來在想說 在今天上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台氣電會繼續往上衝 它沒有往上衝 但是今天一開盤 5分鐘交易量 就已經6千多張 它平常只有六七百張 所以其實 目前當沖客來講的話 其實一直在找一些 小股本的一個標定 所以我會建議 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當你 決定去選擇一檔個股的時候 比如說我進場這樣 像我今年進去減 台氣電就是它跌破30 大台北瓦斯 我也是跌破30的時候 我就進去減 進去減了以後 其實當沖客進來 其實當沖比率會越來越高 我們看到當沖比率會越來越高 高到後來就爆掉 爆掉以後股價又回歸 所以散戶千萬要記得一件事 你不要看到漲停板 就進去追股票 有些就是當沖客 或者隔日沖 他故意拉漲停板給散戶看的 像一般像教官這種長期投資人 我都會慢慢買 買到讓你沒有感覺 這樣才是真正的長期投資人 我終於想要看 你會不會讓你 走不走不走 走不走不走不走